在YouTube上面上傳的教學影片該如何變現呢? 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我在2006年的時候開始使用YouTube 當時上傳的影片主要是數位相機拍的日常生活紀錄片 目的是想保留我的影像,以後方便觀看 畢竟YouTube強大的搜尋功能 比我自己放在硬碟裡面去尋找檔案還要快多了 後來YouTube的影片可以設定為不公開 剛好可以用在我的工作上面 我那時候在銷售軟體 所以我就把軟體教學的步驟錄成了影片 然後上傳到YouTube上面 然後設成了不公開 然後在某網址傳給客戶讓他們觀看 我就再也不用全省東奔西跑 去客戶的公司做教育訓練了 節省了大量的時間和交通費 一年下來省下來的交通費超過10萬塊 後來我就更懶了 2009年的時候 我直接把產品的說明錄成影片 然後上傳到YouTube 並設成了公開 只要有興趣的客戶呢 我就把影片的連結傳給他看 然後再電話溝通 因為當時沒有LINE 大量節省了道府說明的時間 又能夠快速解答客戶的疑慮 讓我的成交速度呢 加快了很多 我真的非常感謝YouTube這個平台 他真的是我工作的好幫手啊 在2016年之後呢 YouTube的廣告越來越多 慢慢的就有人發現了 YouTube可以和Google AdSense 串接 賺取廣告分潤 所以呢就開始 誕生了越來越多的YouTuber 主要的利潤來源呢 並不是去銷售自己的產品 而是去賺取Google的廣告點擊分潤 一個月剛開始能賺個幾百塊 就開心得不得了 然後呢就開始努力不懈的去製作影片 最後卻發現啊 訂閱數能夠破10萬難如登天 但是那些廣告分潤 一個月能夠賺幾萬塊的YouTuber呢 他們每天的拍片和剪片的工作時間 都佔了10多個小時以上 工作時間和收入不成比例啊 許多人呢為了製作影片 而過勞 失去了健康 最後 只有少數的YouTuber能夠堅持下來 然後呢 又發現YouTube的演算法 時常在更換 觸及率時好時壞 沒有一個標準 如果光是靠YouTube的廣告分潤 根本會Earth 於是呢 曝光量比較大的網紅 就會開始接業配 這個時候才發現啊 原來業配 是YouTuber活下去的 主要收入來源 但是YouTuber 不只有娛樂性質的影片吧 還有另一群 專門製作知識性的 教學影片的YouTuber 例如語文的教學 烹飪 美術 健身 電腦等等 他們除了廣告分潤 和業配的收入 現在還多了YouTube的 會員功能收入 不過啊 YouTube的廣告分潤和 會員功能 並不是一般新的帳號 就可以使用的 如果你是YouTube的新手 你的影片必須經過 一年4000小時的觀看量 並且超過1000個訂閱數 才能夠進入基本的門檻 也就是擁有廣告分潤的資格 而會員功能 則是YouTube官方認可之後 才會開啟的功能 不是一般人可以擁有的 重點是 會員功能有一大部分的利潤 是要分給YouTube 而賺取廣告分潤 又少得可憐 這是眾所皆知的事 業配收入 則是那些網紅大咖才有的福利 而且收入極不穩定 所以開始有越來越多的 知識型的YouTuber 另謀出入 尋找銷售教學影片的方法 也就是直接銷售 他們自己錄製的影片 而不是靠YouTube的分潤或業配 喔喔 答案出來了 關於你自己錄製的 許多知識性的影片 其實 不一定要免費在YouTube 全部公開分享 你可以設定成不公開 然後再把影片 遷入到自己的 網站會員區 客戶就必須付費後 進入網站的會員區 才能夠看到你的YouTube不公開的影片 所以 如果你希望銷售影片 又不讓平台抽走大部分的利潤 那麼 架設一個自己的線上課程網站 是一個將知識變現的好方法 可是 你又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YouTube影片上面 都有官方的連結 對吧 點擊影片裡面的標題 或YouTube的Logo 就會直接連到YouTube的官網的網站 他就沒有辦法去保護影片的連結 很容易就會被別人分享出去了 怎麼辦呢 我們下支影片 再來做說明 YouTube影片如何知識變現 這系列的影片 主要在探討 如何將自己 這一生學到的有用知識 透過網絡分享 來取得收入的方法 這種低成本 高報酬的網絡創業方式 非常值得喜歡在網上分享知識的朋友 利用網絡來經營自己的知識產業 這不是什麼新的商業模式 只是把書店改成了線上商店 把書的靜態內容 化成了動態的影片 但是 你不要小看這個簡單的商業模式 因為知識本身擁有千變萬化的內容 每個人都有可能製作出 與眾不同的知識產品 就算教學的內容相同 譬如說英文 但是每個老師講解的方式就有差異 甚至能創新教學的方法 所以能帶給學生不同的體驗 我們協助客戶架設自己的 專屬線上課程網站 並且賣斷網站的所有權 讓你真正的擁有買房 而不是租房的感覺 除了讓您可以任意添加自己想要的功能 更不需要擔心 網站搬家後資料就消失的問題 如果您想要架設在自己的主機 OK 沒關係 你把網站直接打包帶走 您就是網站的主人喔 我們先譴責 在這裡 我們先說 我們先去做 我們先例勢